我是君君 大一模李宗瑞终于要被判刑了 那究竟判多少年呢 依我看他的罪行应该是死刑的节奏吧 那我们跟随我们今天头条 一起来看一下 李宗瑞的迷惊案被九个趁机性交罪所代替 这说法真是让人一头雾水 李宗瑞会不会担心的受判 有没有信心 信心那必须有啊 李宗瑞如果罪名成立 可能会被判三十年 昨天的开庭结果也印证了一年前的猜测 法官印定他偷拍性金属实 强制性交部分 判他应合并十八年六月 防害命令部分则判刑三年十月 得一颗罚金九十二万元 那依照今年修正的刑款第五十条 几条的规定 其中 趁机性交罪的部分是属于疑科的 因此这一部分 何毅庭把这一部分的有期徒刑事 把定为有期徒刑事 十八年六个月 十八年六个月 另外 可以疑科的 狂态性命 狂态秘密的部分 三个月到六个月不等的 简单的数字题算下来 李宗日要做二十二年劳 很多小伙伴有个疑问 为什么最后定罪的罪名 没有迷奸这一项呢 法律书译译课是什么意思呢 译课简而言之就是 可以用钱减轻刑罚的法律术语 打个地方 如果李宗日用钱减轻了 可以译课的罪名 那么他要支付九十二万新台币 知为什么没有定迷奸罪 发言人也给出了解释 你下药的部分 下药的部分 因为告诉人的劳务法 等等这些都没有曾有毒品 药物等等的管理等等的 那何一准是认定 这个时候 这些被害人 他们当时是属于 不是被告所为的行为 让他们到谈的总部 不能抗计 而是他是趁机 趁机的状态 所以是成立了 225条的政绩性交费 听到这里 还要替广大男同胞们 给李少爷说两句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啊 还有 你跟林某某这俩兄弟 以后可赏点心吧 请不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电话